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明星老师和他们的学生 也已经在上海戏剧学院 一起度过了大半个学期的时光 从宿舍到台词教室 从形体房到排练厅 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场青春故事里 展现出最真实最特别的自己 这一群可爱的学生们 和我们每个有过大学经历的人一样 在校园里喷嚎 在寝室里欢闹 寝室的生活让他们更亲密 更像一家人 那么他们的寝室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是邵明明 今天我要化身揭秘小男人 为你们揭秘一些 你们在正义里面看不到的事情 我先来看看 我先来看看 这就是船上头梦十十度的床 它这个床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乱 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件 它平时怎么上床的 它今天上床是这么上的 那个明明我睡了 你还不睡 对它每天都是这么上床 那个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小拖鞋 对这就是你们平时称的 男神的一个拖鞋 对它粉红小心 然后这都没有什么 我跟你说 它还有个最大最大的 怎么说一个癖好吧 是它喜欢把鞋弄得非常臭的 我帮你们问一下 我帮你们问一下 真的是太臭了 就这个鞋的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我还有个事特别想告诉你们 真的是 有一次我早上要去拍小品的时候 然后呢我死死起不来床 然后呢行妃 对它来叫我起床 起来梦冰珠 真的好酷 好酷 天呐你什么招都使完了 我还没起床 我就看你有什么绝招 然后 起来梦冰珠 要等等谁都可以让我睡过了 重点就是我拿石头的鞋 拿石头鞋去熏它 然后那一下子就醒了 哎呀太臭了 今天你们看到的呢 就是万国棚的床 其实谁来万国棚 就是真的看到这床 每次坐上去的时候 都会想到我的 我的爸爸万国棚 对 我们都很大棚爸爸 因为他每天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的衣服 我和杠杠的衣服 结果都是他帮我们洗的 然后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样 法宝 就是万国棚的宝贝儿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 罐 石头就是被小英姐压过之后 也是万国棚帮她弄好的 就是她非常厉害 我帮我是一个老中医 对 特别的可爱 帮帮 我之前脚痛 她是那个 帮我弄了一个膏药 但是这个非常好药 我贴了第二天就不痛了 我特别神奇 哎 高明瑞 高明瑞 妈呀 你疯了 你在干嘛呀 你在干嘛 你猜 告诉大家你在干嘛 打游戏 不是你的游戏 这是我的游戏手柄 这是她的 她的女儿 对 这是我的宝贝们 她的家族 来 那你给我们打个碟行吗 开始啊 这是二组 OK 啊 还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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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用不用整天 那个那个什么 你干嘛干嘛 你你 那个什么 我觉得吧 你现在挨着我 我有点害怕 下一个神秘人物 相信你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 这个小天地呢 就是 杠杠之家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他给自己整一小房子 哎呀 太舒服了 感觉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我底边的东西 啊 哎呀 妈你在里面啊 妈 你在里面怎么不说呢 急死我了 腾下的 好 接下来 自称杠子老师 杠子老师 杠子老师 杠子老师是魔方小达人的一个人呢 然后他可以在30秒内把这个转好 我现在给你们打乱啊 看杠子老师多少秒可以把你的转好 来 开始 哎杠子你玩魔方玩多少时间啊 我是从初中开始玩的 我初中一个美术老师跟我说 玩魔方有个人 玩魔方考上了航福大学 然后我就 我就我就 我就觉得挺没意思的 玩家人就玩了 就这样 就没事玩吧 然后呢 这个 最后一步 慢 成了 40秒 绝对只有40秒 41秒都没有 男生宿舍里的欢乐嬉闹的确不少 那么此时隔壁的女生宿舍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好 真的是 真的是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多烂我们的寝室 哎呦我的天哪 呦 干嘛呢 这是我们 我们的美女 大美女 袁宇轩 她每天晚上呢都会喝红酒 你这么喜欢喝红酒 肯定很多人都想要问你 为什么这么喜欢喝红酒 和红酒女郎 你来给她介绍一下喝红酒的秘密吧 养盐 不要说了养盐 你为什么要养蛇呢 那 你干啥 这什么东西 你干嘛 什么东西啊 是动物啊 嗯 我不怕动物 是吗 因为我妈妈害怕 所以带过来了 好 这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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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这里 我的天哪 真的特别温神 天哪 你还有这种癖好啊 蛇很可爱啊 就什么蜥啊 神啊 我觉得又不要总觉得他们是冷舌头 你们吸什么冷气 我觉得哇塞 现在90后好酷 因为她不只养蛇 蜥 蛇 她都养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挺酷的小女孩 我挺喜欢她 但是因为学校规定说 学生宿舍的确是不可以养小动物 不能破坏学校的规矩 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放到我的老师宿舍 我来帮你养 那个 吃一个来的 这没事你看 里面都没事 你先去吃一会儿啊 宝宝 那个等急了吧 我在那边趴了这么长时间 那个挺好吃的 你要不要先咬一个 这是吸的 可以吃 吃完了 小飞快说 这个是多少钱以前买的 那个应该是三个星期前 没事了我要吃了 滚 那我要问一下你 平时喜欢干嘛 说录那个小某秀 还有什么 录那个小某秀 主要是跟少美们一起录小某秀 尔康 你在哪儿 尔康 尔康 你在哪儿 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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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尔康 你睁大眼你看看我 看看我 你还有我们的视频吗 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手机昨天丢了 我们昨天手机丢了 你知道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我们的照片怎么办 还小开笑 我们的小某秀 小某秀 小某秀怎么办 真的是醉了 这太重要了这个东西 你片码都会写实际是吧 你给大家分享 你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 没有 也就是记录每天点点滴滴 以后翻起来就特别好不好 那你是怎么可以把这些字都写出来 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化妆化妆化妆 吃饭化妆去一下 我的日记 还是 这是 我把我把这种盖着 就是C系的 我第一次还化了 对日记 他就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化 他就是化得很丑 这是第一天见到大家的时候 把我们每个人都化了就好 那你指向哪个是我 这个是 我自己猜一下你别说 这个是我 这个中分 这个是被黑死了 然后这个是小飞 这个是珊珊姐 这个就是石头 然后小宝 谁啊 杠杠妈 杠杠妈 太吓人了 什么什么 你看他看你画了 他指着这是谁啊 有这么胖吗 没有没有 臭死了 然后这个就是小明明 这个是谁啊 你猜啊 也是这么大 龙龙 在这个欢闹的小天地里 同学们展现出最真实 最可爱的自己 各种小癖好 小习惯 让大家更加了解彼此 宿舍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另一个家 而这些学生们也变成了彼此的家人 在这几十平米的四方小空间里 他们分享着喜悦 释放着压力 甚至在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晚上 他们会叫上外卖 围坐在一块 吃个夜宵 聊个八卦 你们觉得这四个老师怎么样 我觉得小一点是我们私下 就是和我们接触最多的一个老师 我觉得他是最了解我们的一个老师 他是我们的生活老师 你们觉得四个老师里面谁最内向 我觉得应该是小云老师 是要是这样吧 你们觉得四个老师里面谁最活泼 没想到我觉得也是小云老师 谢谢 那你觉得我们四个老师里面谁最内向 小云老师吧 对对对 也不用这种魅力来说 谁最喜欢小云老师 不行 我真的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我特别特别喜欢好吗 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的喜欢 终于搞清楚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 对啊 到底就没问题 你们能不能看到上课下课他的区别 其实我觉得非常明显 我觉得我对小云老师的态度都是一样 都想考虑一样 但小云老师每次都是上课不上课 玩就是玩 他能觉得他其实就是想让你上课多学一点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我的性格是恨不得24小时都跟他们打打闹闹的 但是后来让我发现 在课上如果跟他们打打闹闹 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好好上课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 也是尽量地要求自己对他们严厉一点 你们对黄老师什么影响 我刚开始觉得特别可怕 但后来一接触之后觉得特别萌 我的男生 冷餐会吧 我跟那时才开始 中秋那秋节还用办 对 那次很暖 我也是因为那次中秋感觉特别痒 今天是中秋节啊 难得坐在一起 我们组那几个同学你们都给家里打电话了吗 打了 我今天刚给我们家老太太打了一个电话 我是我 这么多年确实是工作工作太忙了 很少有时间在他们在他们身边 一年三百五六十五天 所以母亲啊父亲啊这些词 可能年纪大了特别脆弱 有时就听不懂 所以就这样触定生情 可能就是真性情吧 我也不会这么故意设计啊 人没去做 只是在我们互动当中 可能就是达到这个刺激 就会这样 上课一定会有上课 课堂的这个仪式感 下来大家都无所谓了 怎么开心怎么好 我看这铁铁铁铁 我看你都不觉得好 而且 而且我觉得山儿铁特别特别的珍诚 特别特别的珍诚 他其实表面是老实的 不是 我就觉得他和我们 就是没有明信的感觉 就那年发笔记 我觉得真的是他 他真的忍不住了 我也觉得了 那普通样子完全不一 刎完了吗 没有呢 没有 不换了 那我这里面这个要 不换了 没时间了 没时间等你们了 永远都在等你们 一会上白眼课 穿形体服有什么不好吗 你们是多大的味 多大的咖呀 从早上成功开始等你们 一直现在还在等你们 就不能认识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都在用心 在做这些事情 为你们挑衅 我突然觉得说 十二姐也是老师 不是 对 不是 是真的 我觉得 应该的 我们真的该点一下我们了 我们那几天太松懈了 你该揍你吗 不该揍你 其实我是一个脾气还挺好的 我不怎么发火的一个人 就是因为 说了很多次迟到的问题 我就觉得 需要去发一次火 治一治他们 我觉得他们还真的会 因为这些有一些变化 对 但你们觉得童老师呢 童老师平常对我们特别严吧 有时也经常训我 因为我从小经历 让我自飞的 但是来到一年纪 经历这么多事情 童老师虽然鼓励对我 把娘娘骂我 但是他会私下鼓励我 你平常对我那么严肃吗 非常严肃 不上课的时候也很严肃 我就是私下看见我呢 那颜色 你特别像我爸爸 爸和妈对孩子的好处不一样 我对我女儿的要求很严格 就你们现在看着 有些东西是可难理解的 是 然后从那以后 我的妈妈妈就在改变 改官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特别像一个大哥的 其实童老师特别特别关心 你知道每一次都会私下找我 然后让我去开刀 所有进到这个班的学生 就旁听生 都是我亲自召进来的 那就是相当于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孩子 我要对每一个人了解 然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 去要看到他们的进步 我觉得我这个老师就成功了 看来经过半个学期 在上系的相处 老师和学生之间 已经慢慢形成了默契 老师为学生付出的种种 他们都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里 并且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来自老师的这一份温暖 在上系的日子里 一年级表演实验班的同学们 一起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 一起面对甄别的巨大压力 在这里 他们会受挫 会流泪 但突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 他们在一天天磨练中 悄悄地成长 慢慢地坚强 那你们来上系的目的 不是大家都是学习吗 但是你们真的是 在我们正式生眼里面 真的会有进步 特别是杠杠 真的你第一次 我第一次 头一次见到那种人 不不不 见到你这种人 真的连一句话都不说了 真的你很牛 什么话 就是你能唱歌 就真的真的不好 就什么事情 对什么事情 不不不不 我不知道 嗯嗯 你怎么了 干什么 我不想唱这个歌啊 为什么学表演 还要唱歌呀 我什么都没有 你比如那次 他说就是哎 你跳个舞啊 还要跳什么 我不我不 是我我都说了 我陪你一块跳啊 我有什么 就是玩什么开心嘛 是吧 不不不玩自己就哭了 我不跳 我就不跳 我不想跳什么 但是到现在就是 什么都会 他什么都敢了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这辈子 也不可能唱歌 我唱干嘛呀 因为自己开心就好 喜欢就好 后来我发现 其实其实这个 也是一种人生经历 你灰一个东西 完成一件事 经历这个过程 感觉也挺好的 嗯 我就觉得他这个编画 还挺大的 首先他从一开始 一直小声讲话 不敢唱歌 到现在他可以 大声地去讲话 并且可以大声地去唱歌 甚至于我都跟他开玩笑 我说他是一个 麦霸吉的人物 真的真的觉得 更加改变是最大的 真的更加改变是最大的 谢谢你 之前当了医生 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之前吧 其实因为 我在韩国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是 在舞台上都会 展现特别光鲜亮丽 都是很漂亮的一个样子 所以可能我给大赛 带来的一个形象 也是会一直就是一个 比较 女神 就是 高冷 对 差不多就是这种范儿 然后后来 但是到迎川的时候 陶老师让我打破了这个 想让谁演猪八戒 老师 刚刚我们输了 我演但是我不想演八戒 不可以 我觉得这样子不公平 为什么要去用游戏的方式 去选定一个角色呢 你可以做主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了 那我选择不演 那让你演紫霞仙子 你就觉得公平了吗 游戏里就自己有那么一个小障碍 但是后来 陶老师他说 我不够释放天气 我又是那种特别不服输的 后来我就听着 陶老师的那种手法 我就去做了 我说你今天 你通过这个下午的体验 你在自己的系路上 又给自己拖宽了一个系路 最主要的我觉得 就是他通过这件事 其实他抗压能力更强 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老师的培养 都密不可分 他们的每一个改变 每一点进步 都倾注着四位明星老师的 关心和爱护 但是毕竟他们还只是 刚进大学的孩子 他们还在爱偷懒 爱玩闹的年纪 而明星们也是第一次充当老师 他们迫切地想要把所有的经验 传授给这些孩子们 正因如此 矛盾也会从中冒出来 就在老师带着学生 在长沙体验警察工作的时候 袁宇轩因为没有认真 完成好皇制中布置的 跟随当地警察叶巡一任务 而受到了刘云的斥责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事件 原本关系亲密的刘云和袁宇轩 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三个学生状态怎么样 两个男孩子还好 他比较积极 就是跟着我们出警的 女孩子的结果怎么 袁宇轩 你来这儿干吗来了 我觉得我之前跟你说那么多 都白说了 我就觉得你是缺人逼你 逼你一下一定会给人惊喜 你看看你现在在干吗 又哭 除了哭你还会干吗 警局的人跟我说我可以睡觉 那我也是就睡了一会儿 也不会这么一样 从我们走了以后 一直睡了 通宵睡到早上凌晨四点 多快凌晨五点 可是他两个同学都在外面巡逻 袁宇轩这事我没有错 我们巡逻的时候没有叫他 他其实没睡多久 然后我们看他 你不要解释 全是我的错 我会睡着 我和我公主病都是我的错 你睡着我就是一个废人 什么老师 都是我的错 我不好 我当时心里很不满 结果他就一直在说我 说我就是睡一会儿 我就什么娇气啊 只会哭啊 是废人啊 就暗黑系小公主 他的那个小个性 小性格就显露无遗 就直接跟我顶 顶得我也很生气 你冲谁掉脸子呢 韵萱 大家都欠你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我女儿 我今天上去就抽你耳光了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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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们真没有别的意思 老师都生碎性了 我们是不应该换你了 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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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别哭了 在冲突发生的当时 冲动不成熟 使得学生 没能理解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但在平静下来后 冷静地思考 也让颜宇轩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从而一直想找个机会 向老师道歉 对不起 没有 人一点都不惊喜 我觉得小英姐 我最近可能有生活的气 比较难过 所以我要在这里 献上一份 我的小礼物 因为非常巧的是 事后第二天 女杰格尔的生日 我试试看 谢谢 人在同心里面 有人让我 如果真的 有老师不喜欢我 我不会来管我的 所以我就越想越难过 觉得特别地亏 亏得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萱萱我还是 非常了解她的 女孩子里面 我跟她应该 接触得最深 她其实是一个 特别单纯 所以她会很迷茫 她会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为了要干什么 但她很真实 一次的受挫 对于尚且稚嫩的 学生们来说 也许不足以让她们改变 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挫败 被骂 她们才懂得什么是成长 对于暗黑系小公主 袁雨萱来说 第一次和佟老师的冲突事件 成为了她这半个学期的 最大成长之一 在第二期节目播出时 袁雨萱因为行非迟道 被骂出头 和佟大为老师当面争吵 让大为老师十分生气 您没有表现成是我们的朋友 首先在这个学校里 我们是师生关系 小云老师 杉杉老师 都对我们是师生关系 但是他们就对我们 无微不知关爱 我知道你们最需要的 他们是女老师 女老师有女老师 跟学生相处的方式 我是男老师 我跟黄老师 有我们跟你们相处的方式 只是一个老师 然后就一直强调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为我们 多考虑什么 我们肯定有错 但是我认为 很多大学生 他就不能拿那种 就是像朋友一样 来劝导我们吗 我生气归生气 但是我还是会理智地 去分析这件事情 在这一次冲突事件 发生不久后 佟大为在微博中 发表了一篇名为 我也曾经和你一样 一年级的博文 在博文中描述了自己 参加一年级大学纪的经历 他说道 很多时候 我也更希望 以师兄的身份 和学生们成为朋友 嬉笑玩闹大成一片 可是很抱歉 我的第一身份 是班主任 是老师 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大众 我代表的是 老师和学生 两个群体 我必须要有老师的权威 而在这之后 袁宇轩在微博上 最诚恳的认识 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真正的成长 今天到家 看见爸爸留下的书信 沉思良久 最近也思考了很多 首先要感谢 指出我错误的大家 让我能更清楚认识自己身上的缺点 确实我是个一冲动 一表露脾气的人 再者 我要为我当时的鲁莽冲撞 向佟老师道歉 对不起 佟老师 挫折和打击 不仅让明星们重新定义了 老师这个神圣的职业 更让每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学会了如何面对压力 这一切让他们的青春故事 变得更加有意义 也渐渐地让他们明白 成功也许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 短短六周 三次甄别 小宝 雨昕 蓬蓬 一次又一次 让这些涉事未深的孩子们 感受到了离别的痛苦 和现实的残酷 赵世然 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 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真的很喜欢大家 高兴跟大家认识 然后是我非常好的一段回忆 谢谢你们 就是因为这一段友谊最纯洁 最珍贵 所以每一个学生 对于彼此来说 都是特别的 因此 当他们面对蓬蓬和杠杠 只能留下一人的时候 痛苦和不舍 绝非一般 蓬蓬离开 蓬蓬离开 每一次离别 对我来说 就像割肉一样 我很难受 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希望他们 一个都不要走 我选择的让他留下 你走是因为 你足够好 就是因为你足够好 没听到好物 还能别起床 抽屎屋子 脱地 洗衣服 一样都没有垃圾过 我试问过我自己 如果说我带来的校园 我跟我同学们在一起 我做不到这一条 离别 离别带来的不仅仅是伤感 更多的是让他们 懂得了彼此的重要和珍贵 在不舍过后 他们慢慢地长大 懂得了如何 拉着对方的手 祝福着说再见 老师们正在用 自己有过的青春 帮着学生们一起续写 他们的青春 学生们也在用正在进行的 青春故事 让老师们感受 曾经有过的一切 他们彼此为伴 从未分开 在青春里一同成长 我是消息人 我会消息人化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 这份爱任何时刻 你打开都新鲜 有我陪伴 多苦都变成甜 睁开眼就看见永远 给我你的星座纪念 我的梦有你的祝福 才能够完全 风浪再大 我也会勇往直前 我们的爱像在前面 知道你们为什么 没有学生证吗 因为你们还只是 旁听生 旁听生不用怕 新晋老师带你入行 带你飞 明日之星的一年起 10月31日起 每周六晚十点